就是很喜歡秋冬系列的衣服 我其實比較少就是遇寒的衣服 因為冬天我會避免去很冷的地方 但是像上次去他們就是在那個A9的門市 然後他們就有一間房間裡面是負23多 那我就覺得蠻酷的 因為以後比如說我真的很想要到很冷的地方去滑雪 或是去基地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可以 可以事先準備 對就是可以準備 因為台灣確實是在亞二代氣候 但是因為出國旅行 出遊旅行是非常現在越來越 就是全世界的一個 就是能出去到海外看世界不同的地方 是一件很重要的心靈自我成長的一個過程 所以那台北市剛好就有一間 可以讓你去看看你自己 比方說你要去冰島 或者是你要去任何北歐國家 你知道嗎 或者是冬天比台灣地區還冷的 這些地方其實蠻多的 你知道嗎 然後不管是日本 韓國其實也都蠻冷的 他們東西也都蠻冷的 所以就是有一個這樣的體驗室 提供給大家可以去先試試看 說到那個溫度的情況下 會需要買到TEI的1或2或3或4或5這樣子 都可以 它最低是不是零下70度啊 裡面好像可以耶 不知道 但是它反正就是有做一些極地的 模擬的一些模擬 那經常在反應的時候 比較會注重哪方面 考量去挑選要去戶外運動 如果戶外運動 基本上就是防風 然後防水 防雨 通常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因為 如果以冬天來說的話 當然我覺得保暖是必須的 但因為保暖的同時 有時候有些衣服太厚重 所以我覺得機能性其實很重要 它就是讓你輕巧 然後可以方便移動 方便運動 然後同時就是又可以保暖 主要是這樣子 嗯 剛剛有說以前比較少去冷的地方 對我真的很少去冷 那現在裝備準備好 去一個冷的地方你會挑哪 我覺得我想去看極光耶 嗯 或者去滑雪 對 滑雪可能比較容易達成 因為比較近 但如果去看極光 我覺得真的就是要 Wheel Flynn 就是要做一個比較完整的極光 嗯 對 真的去想去做那個鑿冰船 嗯 對 對鑿冰船很酷耶 嗯 就都沒有去 沒去 對好像可以去 在家兩人會就是 有點共用衣櫃衣櫥的概念 就是說穿一些 就說老公也可以穿 老婆也可以穿 就是這樣子 會想 會想 好像比較爽 你穿不下吧 什麼東西 是我 對對對對對 你的我穿不下 對 Bikini啊什麼的 那平常買衣服的時候 會可能想說 你拍照給對方看一下 可能挑色很困難 會給對方參考 沒有我都直接挑 我買了比較穿 你最近也越來越長幫我買衣服 其實 對對對 他也會幫我挑衣服 但他就是比較 一開始比較不會問我 所以就會買到一些 我可能就是放一輩子都不會穿 對 他們都還在 你是不是買到什麼樣的款式 讓你一輩子都不想穿 他最近就買了一件 Postmix的A字裙 你不要講牌子啊 真是的 把牌子都講出來 真的 真的很可愛 我很喜歡 很可愛 我覺得你穿會很可愛 比較 穿不上 你就是會可以穿 然後腰還多 買到了 還要改 就先放著 就先放著 那個Postmix改成英國品牌就好了 有影片錄影 純正 OKOK 謝謝 謝謝